新鎮樓市跌跌不佑 新鎮樓市臨東二折 日前 全新的樓盤八百折降價促銷 一套房降了30至45萬人民幣之間 財經諮詢服務《商財聯社》6月25日報導 日前 位於新鎮東部的某群新盤打響了降價促銷的第一槍 該剛需樓盤在6月24日發布的折扣說明中表示 最高可以打到88.6%的折扣 即使是首付三成客戶 只要開盤後3天內準時簽約 折扣液在91.3% 今年5月 深圳的新房樓盤已經開始出現大面積降溫 多個樓盤打身冷遇 並出現近兩年來少有的開盤未受興的局面 打身其實就是搖號賣房 上述率先打出價格牌的新盤位於深圳布吉 其在6月23日正式開盤 按照其供應的折扣說明計算 如果是三成首付客戶準時簽約 房屋簽約總價打完折扣為 331.4至482萬元 一套房便宜了31.6至45萬元之間 這是自2020年以來 深圳首認打折新盤 數據顯示 該樓盤開盤銷售373套 入戶客戶391批 銷售率77% 並未受興 而這只是深圳樓市持續降溫的一個縮影 今年2月8日 深圳住建局出台二手房成交參考政策 嚴厲的調控比房地產市場淋了一盤涼水 深圳的二手房市 月度成交量5,000套是一條榮夫紅線 而跌破3,000套 則意味著市場降至冰點 近10年來 這樣的情況只是出現過12次 最近3次都在過年期間 上一次常規月度成交量跌破3,000套 發生在2011年12月 這一日的到來可能不遠了